欢迎收看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三澳洲的股市情况 那么在本周澳洲股市从周一到周三 是出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三连涨 澳洲股市在昨天再一次上涨了0.5% 但是三天加起来呢 涨幅都不到100个点 目前澳洲股市还是在5790点附近 还是没有达到达到5800点 中国方面呢 昨天上海和深圳呢 各有涨跌 上海有轻微的下跌 而深圳则有轻微的上涨 目前上海方面呢 这个昨天收盘是3246点 深圳方面则目前呢 爬回到了10600点的高度 在欧美股市上 昨天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扬 英国法国德国平均涨幅在0.6%左右 但美国方面呢 在那指数虽有上涨但是幅度较小 都只有0.15% 但是要注意的是呢 美国股市已经连续四天上涨 这样一来的话呢 美国股市也重新回到了历史高点 22000点的范围 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由于 这个今天早上 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声明 导致黄金再一次 连涨12美元 目前回到了1280以上 再冲击1290大关 而原油价格呢 则下跌了1.6% 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热门话题呢 脚重就是说一下今天早上 美联储再一次剧情反转 导致呢 很多投资者在短期交易中损失惨重 我们知道今天美联储是在今天早上 澳洲时间凌晨4点 中国时间凌晨2点中 发布了他们上一个月的会议纪要 虽然我们知道呢 上一次美联储会议并没有加息 但是大家还是非常有兴趣来看一下 这次官员呢 在会上都说了些什么 那么在8月份的会议上 绝大部分官员呢 都赞成美联储将会从9月开始正式的缩表 那什么叫缩表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央行或者是联储 通常呢 是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刺激经济 常见的就是加息或者降息 那么通过加息呢 可以增加民众的储蓄量 储蓄的百分比减少开支 那么通过降息呢 可以增加贷款减少存款量 以此来达到呢 这个控制需求的目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利用量化宽松 或者呢降低银行储备金的方式 来增加货币的供应量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呢 可以叫做通俗点讲 就是印钱 或者呢是增加这个 把钱推到市场里去 那么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降息 加上呢印钱 自然在经济好转的时候呢 那原来的钱太多 就容易导致物价上涨 所以美国经济呢 也从去年开始啊 正式开始 逐步好转之后 美联储就准备从市场里呢 把原本印出来 多余的钱再收回去 这个过程就叫缩表 缩的是什么表呢 缩的呢 就是资产的负债表 但是呢 另一个关键问题 在今天早上会议记要里面 显示出来的就是呢 关于加息的问题 我们知道呢 美联储呢 在去年年底说 今年可能会加息四次 但是在加了一次三月份之后呢 随后就开始逐步讲话 减少大家对于加息次数的预期 到了这个上周 大家基本上都觉得呢 今年有可能不再加息了 结果在本周二的时候呢 美联储一个官员出来说 他是支持年底再加一次 使得大家对于美联储 今年加三次息 重新又死灰复燃 但是好景不长 仅仅是过了一天 美联储会议记要就显示出呢 美联储内部对于在今年 是否还值得再次加息 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所谓严重的分歧呢 就是说两边的人数可能差不多 至少呢 反对那边的站了很大的一块 也就是说现在 从现在开始 如果是目前分歧严重 那么你说 八月份的会议记要分歧严重 你到九月就能够统一 一个月之内那些人 原本是啊 这个反对加息的 现在都能够同意加息 我看不见得 所以这就直接导致呢 目前市场对于九月份 美联储加息的期望 或者说判断为百分之零 这反映在真实的这个交易市场 或者货币市场上 就是美元再一次的大跌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看到呢 原本呢 像这个澳元兑美元 欧元兑美元 英镑兑美元 这些美元已经明明走出了一个强势 非美货币已经走弱的基础之上 现在呢 由于美元的下跌 这些非美货币再一次出现上涨信号 那么在一小时 甚至于两小时 甚至于四小时 涂都已经出现下跌的 都在昨天晚上 这次会议纪要之后 被立刻翻转 中小投资者 包括短线炒作者呢 损失惨重 那美联储这么做是什么目的呢 他为什么一会儿说加 一会儿说又不加 一会儿又告诉你 内部矛盾非常激烈 其实在我看来呢 他就是要让投资者也好 或者说市场上的参与者也好 不要摸透他们真实的想法 这样一来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继续控制着市场 那么大家也会继续关注着他们的讲话 要是他都把话给说清了 他的底牌都被知道了之后 那他之后的讲话 之后的发言 可能就没有人听了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啊 这个其实就像咱们看 古装戏里面的皇帝一样 他一会儿支持这一派 一会儿支持那一派 目的就是让下面啊 打成打得乱不开州 脚不开一锅州 自己呢 就可以控制大局 美联储其实的做法呢 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以及美国国家的利益 现在回头来看 美国利息呢 都已经加了四次了 但是美元 却并没有涨得太多 这个手段之高明 手段之阴险啊 应该说是其他央行 都做不到了 这其实呢 也反映出了 当今市场上 在资本社会中啊 真正能够啊 做的牛的 手段高明的 其实还是美国啊 人家把利息给涨了啊 但是呢 货币的价值 却可以压下来啊 所以这种做法呢 是非常值得啊 我们中国的银行 或者说证券 证券机构去学习的 那么再说到呢 其他方面啊 我们有同 有这个朋友们也好 客户们也好 都担心啊 这美联储整天变卦 一会儿说上 一会儿说下 一会儿又不加息啊 这样一来的话 是否会影响到 我们投资者 自己对于资产的配置呢 应该说 如果说到资产配置问题呢 这个话题一天都说不完啊 所以今天我们简 这个简单的说 准确的说呢 资产配置呢 它是整一个金融圈 华尔街也好 欧洲也好啊 英国啊 美国啊 包括了中国 是全球金融市场里面的 终极目标 你为什么说是终极目标呢 你任何的啊 短期交易啊 交易什么货币 交易股票 交易这个交易那个 投机的 投资的啊 最终都是为了资产配置 来服务的啊 而且他们是资产配置中 非常小的一部分啊 有的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美联储目前整天找人出来说话 一会儿说加 一会儿说又不加啊 他但是他在本质上 没有办法改变 美国目前呢 经济在缓慢复苏 以及美元利率在缓慢升高 这么一个大的趋势 也就是说在资产配置上面 占据大资金的那些 稳定长期的战略措施 战略的这个投资方向 到目前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那么什么叫长期战略的呢 比如说前几年从美国 这个14年开始 他暂停了这个QE量化宽松 那么美元就逐步开始走强 即便是今年在前半年啊 可能美元有所下跌 但是回顾过去三年来看 美元还是在走强 那比如说现在美元走强了之后 下一个轮到的是欧洲央行 欧洲的经济好了 欧元的利率可能会下一个上调 那么这样欧元就变成了2014年的美元 这个大方向同样也不会变化 即便欧元在这个月下个月 甚至于连续三个月下跌 都不会改变它未来长期上涨之路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长期的稳定的大局 但是我们知道资产配置中 你可能把大部分资金压在保守的方面 但是始终会有一小部分资金 是压在呢短期高风险高回报的产品上 对于这种快进快出的产品 就非常容易受到 类似于美联储利率声明 或者说呢美联储会议基要 这类消息的影响 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一直在做空非美货币 那今天早上会议基要一出 立刻出现大反转 原本走的好好的趋势全被打破 大家呢都是止损离场 你这个办法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避免 没有办法避免 如果真的要避免 只能在他会议季要出来之前 先做锁仓 或者说把仓位就干脆平掉 避开消息时间 要不然的话呢 短期趋势始终会被这些重大的消息所左右 这个呢就是资产配置中 这20%的短线资金炒作需要面临的风险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产品 今天咱们要说的是黄金 我们知道黄金在2017年今年开始去过三次1295附近 但是三次都没有打破 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上周五或者说是本周一的晚上 去测试了一次1294 我们可以从这清晰的看到 黄金价格在今天现在已经再次达到了1287附近 距离1295仅仅只有直尺之遥 所以说如果咱们说的是如果黄金价格能够突破 今年的三次高点1295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黄金下一次的空间将会是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当然了现在并没有重破1295 而且有可能在重破1295之后 甚至于会有假突破再次回调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一次第四次逼近了1295 是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的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产品 感谢您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